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 我是你们速报的金灵讯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试玩 是刚刚登录这个XBOX与Disting平台的一款 主打时间循环的战略FPS游戏 名字叫做雷能斯之门 在这款游戏当中 玩家双方将轮流进行5回合 25秒时间循环的对战 25秒内可以进行攻击移动等作战布局 每回合结束后 玩家就要面对已经发生的事 并且布局规划将要发生的事 利用因果关系的战局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复杂的这样一个设定 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 就是跟时间循环有关系这样一个设定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玩一下 一个回合制的FPS游戏还蛮有意思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去训练一下 看一下它这个游戏到底怎么玩 好吧 先看一下这个基本 开始 我将玩这个是XBOX版本 因为它首发加入了微软的XJP服务 又可以免费的玩到这款游戏 队长 欢迎你啊 我们的一星站点一直有居心不良的队伍神秘现身 这些侵入行动打扰了正常的时间流导致时间异常 然后呢 我们认为这些入侵者想要扰乱我们的时间轴啊 请你率领队伍穿越量子闸门保护我们的一星站点 穿越量子闸门这么悬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 LT瞄准 OK RT开枪啊 X键是双田 好像是有50发啊 这个能给它炸掉吗 哦 可以炸哈 OK 刚是不是掉针了 这里这是什么 OK 我们继续走啊 按下左摇杆是奔跑 B是蹲下 OK 哦 这个如果你奔跑的时候 这个下蹲是会有一个这个滑铲的这样一个动作啊 A是跳跃 OK 我们这边应该是要跳过去啊 我们来跳跃一下 跳 OK 过来了 每一位队员配备了独一无二的特殊能力啊 请在左下角的显示屏幕查看你的能量状态 我们来试试啊 RB是我们的那个能力啊 来了 我们的能力是一个丢炸弹啊 在异星任务当中用你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啊 继续走 接下来是几个不同的任务类型啊 任务将在各个受影响的异星站点展开 OK 回收XM是这个吗 是不是这个 一星物质啊 能为雷能斯之门提供电力的能源 收集它们并带回登场位置 来安全存储和提取 但我怎么带呀 啊 这个是不是我用不了啊 丢个雷 好像好像这个是带不了的啊 他应该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啊 哦 在这 A键 这个怎么拿呀 直接碰着它就行啊 OK 好 交回了啊 然后我们把这边还有一个 好像一次只能带一个对不对 我这个是用XBOX ONE录的 好像有点卡 就是他接触到的那一瞬间 OK 拿起他B剑 哎 好 在实际的真实战役当中 你只有25秒钟啊 回收XM转移一星物质啊 收集它并且将其送回我方闸门 这是我们的一个任务之一啊 OK 战领 我们来看一下 射击目标来为加速器供应能源 射击加速器为其充能 为最多加速器充能的队伍 啊 是这样来吗 这个就是那个加速器啊 就是要向他射击 射击中核心即可造成最高的效率 OK 我这个还挺大的呀 这个叫声有点严重啊 好满了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呢 我这然后要干嘛 这有个B剑 这个要那个核心 只有射到中间那个才算啊 所以不要被那个挡上 OK 老是卡一下 好 这两个都装满了 对吧 OK了啊 然后我们来看这边 破坏一个或者多个阻隔器 第一队破坏第二队防守是什么意思啊 你需要摧毁至少一个阻隔器才能获胜 这个圆形的像球一样的就是阻隔器啊 第一队要破坏他 第二队要防守他 OK 因为他用武器摧毁啊 敌方的阻隔器啊 在敌方攻势下保护我们的阻隔器 OK 看一下这面啊 OK 好像是一样的 这个 OK 哎呦 好 被他炸掉了 这个是我们 这个也是他们的 好的 消灭一个就可以完成你的任务啊 但是我们要怎么防守我们自己的这个阻隔器啊 在任务期间你将控制多位特工啊 他们有个各自不同的能力 啊 还有好几个队友是吗 哇 我们有这么多队员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啊 七个不同类型的队员 去看一下啊 哎呦 都在这儿是吗 站在交换台上便可以切换特工 你可以慢慢熟悉他们的武器和能力 站在这儿是吧 按住以选择 看一下啊 这是队长 队长就是我们啊 我们来看一下 毒素啊 毒素他的2T剑是投掷毒物弹 直接伤害地 但击中物体时 会产生伤害区域 毒素的防护衣可以保证他不收毒素 呃 他的2B剑是一个传送的这个功能啊 我们来试试啊 哦 哦 哇 他可以直接把我们给传送躲 哦 这好爽 OK看一下其他人啊 神速 手提机枪双枪射击速度很快 但准确度不高 特工顺着移动方向短距离冲刺 制空时也可使用 哦 这他妈不是那个吗 这不是裂空吗 这里那个 那个守望先锋里边那个叫什么来着 这也太像了吧 你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啊 前锋 远距离狙击 哦 这是个狙击啊 时间明显变慢 我们来试试啊 哦 他这个狙击枪啊 有点爽 哦 时间变慢是什么意思啊 哇 他这个其实很强啊 这个也不错啊 再来看一下 死神传统的散弹枪 限弹枪啊 在弹着点部署一台自动雷射炮塔 这是 这不是那个吗 哦 这个是死神是吧 发射这个火箭弹 再粘贴地雷 我们来试一下 哇 哇 这也好强啊 然后可以丢地雷 过来的话 敌人碰到应该就会死啊 哦 这个毒素队友也会碰到啊 这个能自己打 打对 哦 也可以自己引爆他哈 OK 复仇者 没试试 哦 诶 哦 建造了一个炮台 OK 把他给炸掉 我们再去建一个新的 好吧 OK 好 再来看一下其他的 还有一个卡尔 伤害低弹效果持续 准确度高 然后再弹着点生成防护罩 诶 这是一个辅助角色啊 哦 他是 这种 射击的 这个也蛮强的 哦 OK 感觉好像只有队长比较弱啊 对不对 其他人我感觉都挺强的 诶 怎么老是卡一下呀 有点讨厌 这画质其实还蛮好的 那我们现在都试完了 然后往哪走啊 2B能力 我们往 往上走啊 OK 这我们的基础训练已经结束了哈 感觉这个游戏还蛮好玩的哦 we have activated your reconnaissance drone 呃 启动侦察无人机 请引导他安全的前往任务训练区 呃 RT是往上 LT是往下 OK 这是要让我干嘛呀 Your drone will give you an aerial vantage point 无人机将为你提供空中视角 以便在任务中做出战绝 那个 战术决策 诶 这里应该往哪走啊 往这 往下走 而且还可以这个快速的飞哈 呃 那往哪走呢 往上是吧 OK Let's begin the simulation 开始模拟 怎么模拟啊 任务占领模拟 我们会和对手轮流行动啊 每位特工行动25秒 然后就会重置 回合结束后 你的行动将会恢复 啊 啥意思啊 我有点没太懂 你的对手先攻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玩 驾驶无人机来查看 看对手在回合中的行动 对手在哪啊 哦 对手在那 哦 他先把这个塔给打爆了 然后把这个塔也给打了 然后呢 然后要把这个给打掉是吧 这个他也要打掉 25秒时间到了 按住以选择一名 我们来看一下 复仇者 神速 先用队长来试一试啊 好 哎怎么又卡了 哦 哦 哦 OK 我们能看到他 哎哟 这又到了第二局了 我的妈 我有点没懂 这是他们的第二轮啊 看一下他们要怎么过来打我们 还是打我们的这个塔 好吧 哦 就是 第二轮的时候会同时显示两个角色啊 OK 我们来看看第三轮 我们应该怎么操作啊 哎哟 我玩的有点云里屋里的 毒素 让他 哎呀怎么老是卡呀 好 把他打死了 哎哟 时间又到了 完了 看一下对面怎么打 我总感觉他这个时间穿梭的这个设置我还没没搞懂 这个现在是被我们占领着啊 其实最后是看谁占领的这个塔最多对不对 这我们把他两个人都给干掉了哈 OK 把他也给干掉 哎哟 最后一局了就 哈 复仇者 好 来个 他老是卡一下有点不爽 让我们看看他们怎么办 嗯 开启 复仇者 复仇者 美丽 啊 拜拜 这一天 我只是开始了 是 咱们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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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没懂 那到底谁赢了呢 看一下 这个SBOX ONE版本感觉优化的不是很好啊 就是他老是在 你要行动的那一下 然后卡一下 这就结束了 是吧教程 我们直接开始一下试试 看看能不能匹配到 这个玩家 一对一回合制 一对一同步制 看一下选第一个吧 一次安插一名特攻 后面还有 还有这个一对一 然后同时这个行动的 二对二回合制 来吧先一对一吧 这是开始在搜寻了是吧 排队当中了 我们来看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设置啊 就只有这个嘛 控制器 动态模糊 跨平台游玩 我们还开着 OK 搜到人了 好像 来吧 先来看一下 但我真的刚刚 好像那个训练 我有点没玩懂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懂啊 他就是每一对 就是只有25秒行动时间 然后你行动完了之后 对方会行动 然后你可以看到对方刚刚的行动 你要根据对方的行动来 设置你的行动 并且预判敌人 下一回合的行动 哎呀 这说的 说的感觉都头大了啊 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 这确实很复杂哈 这个设定 这在雪山里啊 第一队破坏 第二队防守 看一下 神速吧 看来我们是破坏的 来吧 哦 我们是防守方 卡了一下 OK 好 我们挡了一下 看一下对面怎么走 对面人呢 这地图感觉不太好看呀 看不到对面的人啊 在这 来吧 他来打我们的这个 这个点啊 然后我们的这个 神速在这里出现啊 然后把他给干掉了 好吧 然后呢 对方的人在 哎呦 飞 哦在这 看一下他在这干嘛 哦 他应该是不 还是要过来打这个 但感觉他好像不太懂 怎么玩 是不是啊 OK 我们待会就在这边把他给干掉哈 他刷了一个OPS对吧 该我们行动了 待会就 他怎么还没行动完 我现在怎么是个二对二啊 复仇者啊 这个 OK 过去啊防守一下 Tik T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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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呢 哦 在这儿 哎 这儿是我们最有是吧 我们好像都被队友给干掉了 是吧 完了 我刚刚没看懂 而且我们队友好像是 是不是外国人 他能听到我说话吗 不知道 好像我们这是进了一个 二对二的模式啊 现在就有点麻烦 因为我还要分哪个是我们队友 哎呦 玩的有点糊涂哈 这个是我们要防守的 我们来看一下另一面 这边也是我们要防守的一个点 哎呦 好 看一下 对面谁来哈 哎 来了 对面 刚刚那个是我的动作啊 我第一轮那个神速 过来打了一下 打错了 他每一次都会重演一遍 就是那个 你上一回合的动作啊 哎呦 我现在渐渐有点懂了哈 哎呦 完了 又又开始第四轮了 这个吧 然后我们去我们的炮台那儿设置一个 设置一个塔啊 设置一个塔啊 来吧 好 好 我们往那儿走 哎呀 好像又结束了时间 这个25秒有点太短了 我的妈 对不对 感觉 哎哟 在这 哇 他们的人居然都集合在这儿了 我的妈哟 绝了 我感觉我们可能要输 因为我有点没太看懂这个游戏的玩法 复仇者死神 哎 我们赢了 为啥 我 我都没太看懂 我的天 怎么还有认输啊 继续呗 是不是因为我们把他都给杀掉了 他没有破坏掉我们的这个 所以我们就赢了 哎哟 又到我们了 第二局了 下半场 他是分上下半场啊 上半场跟下半场各有六次行动时间 来吧 来吧 看一下他们往哪儿走啊 哎 他跑哪儿去了 在这 他在这 我们是防守方啊 我们的队友把他给干掉了 看到了吗 我们队友 我们队友很强啊 是吧 还有三秒钟 干掉他 干掉他 就是差一丝血了 没干掉啊 没干掉 绝 我们来一个 复仇者 在这架个炮 好吧 在这架个炮 来吧 抖落 这个时间感觉太短了 我的妈 好 干掉他了 我们去看另一个 哎呀 没时间了 哎哟 再去看一下 看一下A点 A点但是好像没有敌人 对不对 好像A点一直没有敌人来 好像他们都去B点了 是吧 那两个人都在B点 那我们下一轮也就集中在B点这边防守就行啊 我们队友好强啊 要把他们给干掉了 我们待会儿再来看一下啊 哦 我们这一次来个 来个这个吧 放几个地雷在这儿哈 走了 是不是只能丢一个啊 我在想 哎呀 哎呀 走 去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一轮打得怎么样啊 这个 这个飞机有点不太好操作啊 来吧 哎呦 又卡了一下 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网络太卡了 我们队友好强啊 看一下我们的人啊 蓝色的是我们的人 红色的是他们 OK 这次我们来选队长吧 感觉我们应该能赢啊 来吧 OK 洛克萨娜 Time to move 来吧 直接到这儿来啊 好 干掉了一个 我们应该赢了 啊 啊 输了 啊 输了 但是我们总分是赢的 134分 目标80 不知道你们看懂了玩法没有啊 击败数20 我们来看一下 目标80 哦 我们的两个目标其实都防守住了哈 但是下半场我们的目标其实是没有拿到的 击杀20 伤害6 伤害8 伤害10 总计28 我们下半场怎么这么差呀 感觉有点惨 我们下半场 上半场打得还不错 我这个攻守他要交换一下应该是 我有点难道 OK啊 那我们今天这个游戏就给大家试玩到这里啊 然后今天给大家试玩的这个游戏名字叫做雷能斯之门啊 这是一款这个利用这个时间循环 这样一个 这个设定 来玩的一个战略 FPS 这次游戏啊 就是玩家需要轮流进行5回合的这个25秒时间循环的对战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游戏的话可以去steam或者xbox平台找一找这个游戏啊 游戏目前已经正式发售了而且 加入了这个微软的SGP服务啊 就是首发就可以直接免费玩 大家可以 找一找 好了这里是主机游戏苏报我是你们苏报君灵讯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呢欢迎 欢迎评论收藏和点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